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监控系统的课程 上节课呢,我带大家把所有的API都已经写好了 这节课我们开始进入我们的页面 我们用到了一个叫Bootstrap的一个前端UI框架 前端UI框架有很多都是大家看到自己选 然后还有一个叫Semitic UI 也是很好看的一个UI框架 大家自己看吧 反正Bootstrap用的比较多一点 我已经把页面做出来了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本来我想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写的 然后我试了一下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就把它先写出来了 然后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我们这里面最上面是显示group 当group下面有critical的APP的时候 这上面就显示红色 有walling的时候就显示黄色 然后如果没有critical和walling的话 它就显示正常的一个利润色 我给大家表示一下testbar改一下 testbar 改成ok来看一下 我点一下它都会整个打行的所有都要刷新 它都会去拿数据库里面最新的数据 看这就是三种颜色的表示它所有的一些状态 这数据显示它上面所有的APP 它有多少个APP 然后我们每点一下它都会去拿自己最下面的 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filter 我们可以通过名字来filter test1 我们也可以通过时间来filter 不过这三个时间都是一样的 没有效果 这里面ok就显示正常 插着红颜色的就显示critical的 我们就需要去维护它 然后你看我们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它上面的有一个接近12条的一个历史记录 有它的一个走势 然后有一个note就显示它的message message你看这test的message 其他的没有message的话 我们就没有显示 我做了一个判断 然后后面我还会在这下面画一个hichart的一个统计图 用来显示那些统计数据的 然后我们下节课我再给大家讲 好,我们开始 效果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URL 我们有一个home page 还有一个manager的页面 manager的页面甚至还没做 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实现的 因为我们没有用Jungle的那个模板 我们直接采用的是前端来直接做 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直接返回回去 返回回去之后 我们页面招载完了之后 通过页面招载完JS 通过iJX去拿请求数据 得到最新得到数据 这种模式很多公司也是选择的 然后你也可以采用Jungle的那个模板 它就直接在后台把数据一并和页面返回回来了 这也是一种模式 好,页面 哦,还有一点 就上一次我们少写了一个API 就是说我们拿到group上面的 看一下那个API group上面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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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少写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改了一个API 就是我们通过group去拿它上面所有的APP 我们是怎么实现的 我在这里面拿到所有APP的list里面 交了一个参数 可选的一个参数 叫做group ID 假如我传了group ID的话 我就去拿当前group的一个所有的APP 因为最开始我们也没有想到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需求想到 都是一步一步的来 当你有什么需求的时候 你就去更改一下接口 完成实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页面就是这样 然后 这个我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用boreal来安装的嘛 我们需要用到的ElineAngular bluestrop 还有jQuery 三个 暂时我们只用到这三个 然后页面 我们直接返回到index这个页面 我们把它引入进去 bootdrop jQuery 这三个 然后我给它写了一个css 还有一个js js js是这样的 大概就这么多行代码 那些百行代码就把这些效果全部做好了 好 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 js html 首先我们AngularJS 我给大家走一遍吧 AngularJS 我们每个AngularJS都有一个APP 一般我们APP 我们定义到哪个 它就管到哪里 定义到DIV里面 它就只作用于这个DIV 看一下我的作用于 我直接作用于整个html 我就只写一个APP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写这么多 我们一般是通过controller 每个APP上面有很多controller 我们通过controller 来定义它的各种 也跟APP一样的作用于 我直接作用于body 我这里选择作用于body 实际上我们每个功能的话 作用于应该小一点 比如说我们完成打行的 我们应该controller 作用于这个DIV就可以了 当我问的方便 我就直接作用于一个container 一个APP 就直接把这个页面全部给管理起来了 然后我要给它最主要的一点 就是双向绑定 你看我们在这里面绑定了一个 叫NAM的一个东西 是吧 ngbandedNAM 它这里面我们尝试一下 试一下 看一下 你看它这里面有个输入框 叫NAM 然后这下面也绑定了一个叫NAM 它是双向绑定的 如果我在这里面输入的话 下面就会显示什么 你看 是吧 所以说Anglages 双向绑定是很好的一种模式 比较多的人也选择使用Anglages 这种双向绑定的效率是很高的 好 看一下我们的导航栏 导航栏 导航栏 我采用的是Bootdrop里面的一种导航栏 看一下导航栏 这里面 我就直接把这个copy进去的 copy到这里来 它就完成了一个导航 导航栏里面的话 我不知道我的group有多少个是吧 然后我就去拿我的 先看一下我拿group的一个数据 第一个 拿group 我首先要知道它的接口是什么 什么接口 然后我去拿它的group 这里面有个init data 就是说当我页面加载完了之后 我就会去拿这里的data 你看我在页面上写了一个 当我body加载完了之后 有个init 然后我就去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我就去拿到所有的group 看一下 我去拿所有的group 在这里面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hml 去拿到了之后 然后我把复制给这个group的list 在这个页面这里 我有一个循环 ngrepeat 我就把所有的group 循环出来 它就会自己给我创建HTML 就形成了这个效果 比如说我再新加一个group 来看一下group letvr 我们来加上来看一下 好 我们加成功了 当我们点一下导航栏 它就会刷新 拿到最新的所有的group的统计的数据 看见没有 一般我们还会做一个计时器 做一个timers 就是说我们每隔五分钟拿一次 或者每隔几分钟拿一次 看你自己设定 就是每个 然后 把我们打横栏上面的所有的数据是最新的 假如哪个有问题 这里面显示红色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关心它 是吧 应该去修复它 哪里有问题 这就是一个单系统的面板 就是方便我们统一的做一个管理 好继续 我们拿到group了之后 我们怎么显示它的颜色 然后我们有个ngclass 我们 安格拉杰斯 在所有的属性上面 加一个ngclass 就表示 也是表示一个class 但是加个安格拉杰斯 就是区分嘛 我们也可以调用方法 你看我们在 判断它是不是当前的group 看一下 in the current group 我们看到是不是current group 是的话 我们就返回active 这上面做的一个判断就是说 我们初始化的时候没有默认的group 我们就把第一个group 硕士这个group 当成第一个group 你看一下 我们刷一下一下 它第一个group是active 然后第二个是active 这个效果不是很明显 一般我们还会在这上面加一个 加一个横线啊 这些 就看你们自己写css去完成了 然后我在这里面就不可以 不去完成了 也大致能够看到效果吧 继续 然后下面有一个ichore 用来显示它的数量 这里面是显示它的数量 然后去拿它的class也是根据它的状态 假如有critical的话 我做了一个判断看一下 假如它的critical的app大于0的话 我就返回一个critical all0大于0的话 反正是critical的级别是最高的嘛 我们看一下css 就直接返回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这些都大家可以自己去调嘛 然后为了统一 我上面这个颜色跟这上面的颜色都是统一的 还有这里面 它是什么状态就显示什么颜色 好 打行单就是这里啊 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个搜索框 filtered搜索框 然后我们绑定的一个叫filteredapp 当反正在这里面输入的话 我这里面就有给它绑定的 然后我就作用于这里面有个filtered ngg created里面有个filtered 我们看一下angla.js给我们提供的叫filtered 直接在这里面说 把它看官网比较好一点 angla.js filter 它里面提供了很多filter啊 orderby啊 排序啊 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ngg create 我们就绑定的是这个model 然后filteredby这个 它就会自动的去从你这个list里面去过滤 把你想要的东西给过滤出来 我们也可以看到orderby 有些排序啊 这些 它里面是很齐全的 orderby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 循环里面 循环list里面有个orderby一截 所以angla.js给我们提供的很强大的 然后还有分页啊 这些 我们下节课的主要就是把分页做出来 然后还有就是把那个图画出来 就是统计的那个图 用highcharge来画 然后也会用到angla.js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模板 别人写的 第三方写的 这就是table table table里面就循环applist 我去怎么去得到applist呢 在这里面有一个applist 就当我每次改变它的group的时候 我就去得到它的list 然后得到list的话 我就会把当前group的ID传过去 然后付给它 我们就拿到了当前group上面的所有的app 然后这里面给显示出来 这下面这个tr是隐藏的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展示的一个功能 就是展开的一个功能 点它展开 看一下我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可以给它复制很多方法 叫click方法 点击视角 我们就来看一下 做details这个方法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方法 这上面 做details 第一个我们就去拿它所有的history 这里history 我上节课给大家写的接口 去拿了之后 拿完了之后 成功了 我们就去画图 然后没有成功 我们就提示什么 做一个判断 你看我们去 这里错误了 我就没有去写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去完成 我们应该养成 把所有的情况都写好 把任理代码的一个完整性 是吧 我们画图就是生成一些html 然后给它复制 就生成了这样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讲的 还有node 基本上没有能 再给大家讲一讲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更改它的一个封装它的一个格式 你看我们APP的封装它的格式 看一下 我们封装成这个格式 假如我不封装它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是什么 这里面 我把这个方法给做减了 就是了 不要了 你看 它就显示成t和z在中间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模式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封装看 封装成我们想要的一个格式 通过序列号这里来封装 我们看一下这里 还有我们这里面 统计图这里面 我们封装成10分秒的 可是因为hightshark需要10分秒 就是我们这里面做了一个封装 你要封装什么字段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 写每个字段封装哪个方法 地板的页面就大概是这样 大家自己下去 也试着自己完成一下 然后可以先看一下我的代码 然后不能够完完全全的照着写是吧 这样锻炼不了你 你自己先写一道 如果写不出来 然后你去通过自己搜索解决问题 再解决不了 你就看一下我的代码 这样是很锻炼人的 你如果完全照着我的代码写 是 你根本就学不了什么东西 是吧 好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讲 一个画图一个页面 然后还有分页啊 还有这上面还有我们还要做一些 导序排序啊这些 好 在下一节课我们就 开始进入我们一个管理页面 哦 我们这后面应该还 还做一个管理 我还没给大家写一个管理的一个按钮 通过一个按钮去管理每个APP 给它配置一些文件 后面我们再说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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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